網羅天下趣事 搜尋萬種風情 修傑敏儀和你站在 精彩生活起跑線 早安早安 歡迎大家收聽由傑哥和敏儀主持的 精彩生活起跑線 傑哥早安 敏儀早安 各位聽眾早安 傑哥你來了美國好像十二年了 十二年多了 來美國特別在加州 沒有車等於沒有腳 所以我相信你一來到 在加州應該也有買車的 來美國之前 其實很多朋友跟我講 兩樣東西最拿名的 最影響你生活的 一個就是信用卡 你知道新移民來到美國 沒有信用 因為你沒有信用分 所以你去銀行辦信用卡 很多人覺得你的經歷 好像給你二百元信用卡 我先看我學生的時候 申請了學生的信用卡 好像是五百元 你那個年代 我不知道 總之我來的時候 很多人說二百元 另一方面就是 你來美國 如果特別在洛杉磯 在三藩市地方 如果你沒有車的話 你就寸步難行 所以我也有很多時候 我剛剛落地的時候 有一些同事 很義務地接送我 但我也不希望這種日子 延得太久 你也好 我來的時候學生 學生哥真的乘巴士 乘巴士 乘巴士 還要是轉車 你知道這個 真的太大了 如果你去一個目的地 他未必一輛巴士是可以去到 那就要轉車 如果開車是十五分鐘 但因為我要轉巴士 又要等巴士 基本上我是要過幾小時 才能回到學校 所以來到美國之後 我想我是三天之內 就去買車 那真的很快 那我為什麼可以買車呢 其實你知道來到美國 你要考過這個 這個 這個 乘巴士 因為那時候我在香港 我開開車的 所以我就在香港 特意辦了個國際駕照 有效期好像是一個月了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有些朋友 也是因為在香港有牌 開著這個國際駕照 即是有牌的 但是來到美國 真的去考車牌 反而有駕照的 這些有經驗人士 反而我的朋友 是肥老了三次 那不同的 我們在香港第一 第一 駕遊泰車 第二 香港車迫車的時候 誰行得快 是誰有道理 在美國 你行得快 一定會被人撞死你 如果你不按交通規則 一定會被人撞死 所以有時候 我覺得有一張白紙更好 是啊 從頭開始 因為我在香港駕過車 我又在大陸駕過車 所以左駕遊泰車 我也可以的 但問題是什麼呢 我去買車的時候 那些車行 要看所有的東西 包括你的保險 你的駕照 你的身份 去到車行 我告訴你 不行 因為當時我來美國 是拿著L1簽證 來美國 所以我是來美國工作的 但原來國際駕照 只能夠適用於遊客 是 所以我拿著L1簽證 我是不能夠使用國際駕照 是嗎 是啊 所以我第一天去買車 那車行就覺得 不行 這件事 所以我三天 我記得我第三天去買車 都買不到 那買不到怎麼辦呢 當時覺得 我開國際駕照 我又買不到車 然後我在美國 我還未考車牌 那我要我的同事朋友 請我多久呢 是 原來其實有些事情 你不要想得很複雜 不要想得很困難 那應該怎麼不複雜呢 原來你去DMV考個不是 是 你就可以實習駕照 那它不用看你要在路況 學多少個小時 它的規矩就是 我記得一下 你去DMV考個不是 然後你是成年人的話 你只要旁邊有一個 有拉筍的人 你就可以駕照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我不是 不是過關之後 我就馬上可以駕照 然後其實你不是過關之後 你馬上可以約教練 然後教練帶你在路上走一走 你就可以申請考 是 那我一上車 我駕了大約一千尺左右 我教練就說 你都可以考 那我說 我駕了十幾年車 在美國之前 是 那你就學了那一課 不只 那你知道來到美國駕車 敏儀經常都偶然會批評我的 是 就是你對那個stop side的那個sense 你是要有 香港很少的 香港是讓車的 香港是很少的 香港是很少的stop side 所以你見到stop side的停車 特別是 那我其實有犯錯的就是 當你入local 入高速公路的時候 嗯 我就會忽略了 有個stop side 是 有些有些沒有的 有紅綠燈 起碼都 沒有的 有些是沒有的 是嗎 那你知道你由local 入freeway的時候 你最重要是蹲得快 如果不是後面有車 你就會永遠躺在那裡 你堵住後面的車 所以其實我那堂課 三堂課到 就是要適應一下 看到stop side要停 如果是四面stop side的時候 你會怎樣判斷 你行得沒有 還有轉彎的時候 那時候我有個疑問 當我左轉彎 對面那部車 右轉彎的時候 哪個讓誰 是 這個問題我問過很多人 當然是 右轉彎那個 我覺得 因為通常說 轉左那個 就需要讓人 是嗎 是呀 轉左 如果你撞車 轉左 通常都是 有責任那個人 我聽到的說法 如果是雙線的話 各走各的線 你左轉彎那部車 你走外線 右轉彎走內線 都是都是 但是你知道大家轉彎的時候 有時候 如果你經驗不夠的話 你會踩線 這其實就很危險 所以就學一下這些東西 包括這個 在Vivrii那裡 怎樣停車 怎樣變線 因為我們以前 在亞洲開車 如果你由外線 變到內線 真的打個燈 就會一路穿過去 那又在美國不行 其實我覺得 在不同年紀 在這裡考牌 都有不同的制御 或者是不同的規定 為什麼呢 因為我那時候 考車牌的時候 已經過了18歲 應該是 所以我是不需要說 再去上課 要上一個特殊的課 是的 因為我女兒 當年16歲的時候 考車牌 原來她是要規定去上課 才再考 不是再找師傅 又規定的師傅 要幾多個小時 你才可以 另外再去考 很複雜的 我覺得不同年紀 是有不同的規定 都對的 因為年輕人 始終沒有什麼經驗 還有可能 血氣放缸一些 很多的規定 是多過我們 大過一些去考的 是的 所以其實在美國 我們剛剛說 在加州生活 沒有車 是一種非常之 沒有辦法 令你生活正常的因素 是的 所以一定要有車 所以當時我就拿了牌子 終於買了第一部車 然後我才發現 買了第一部車的時候 那個車行就叫了一個銀行 一個人過來 說我做什麼 我知道你有現禁在手 一個時候剛來 帶些現禁在手 通常在亞洲來的人 通常都是用錢買車 甚至屋 那樣的 我將我香港的資產 清空了大半 來到美國 無非要在美國 要很多 例如說你找屋住 找車都要錢 但是當時那人說 你不好 他說我找銀行 雖然利息高些 借錢給你買 但是幫你儲信 是的 然後我說利息很高 多高 你知道我們亞洲人 利息一港高 高到五高到七 他說都挺高的 三厘的 那我也可以人手 那三厘也不是很高 我來那時候2009年 金融海嘯之後 負利息零利息 有三利息 那時候已經是大衣洞 所以我買車 給我的經驗就是 第一 第一 原來你可以考個不是 是 就可以開車 有條件開車 第二 如果不買車的話 你最好就能夠給一半錢 由公車可以幫你 積這個credit的分 那你就很幸運 有人肯借錢給你 那我當年學生 為什麼我可以買到第一部車 都多得我媽媽一個朋友 在香港來旅行 來探望我 然後他又有朋友在那裏 所以有開車 他送我回家的時候 就發現 你不是嗎 住那麼遠 山上 你沒有車 覺得我很可憐 坐巴士 真的不是選擇 對 然後他覺得我很可憐 那時候已經坐了半年 大半年巴士 然後我媽媽的朋友 回香港就說 不行 你要買一部車給女兒 那我媽媽就立刻 好好好 就叫我買 但是因為我是學生 又沒有credit 所以我只能夠買一部二手車 還要是即時給了錢 所以我在美國有個理想 知道嗎 什麼理想 就是搭一次巴士 搭一次Metro 是 我在加州沒搭過巴士 沒搭過叫什麼 輕軌地鐵 都很幸福的 其實 不是幸福 就是完全不用搭巴士的日子 你知不知道我當年搭巴士日子 真的很慘 以我們這樣的工作頻率 你搭巴士 一天的東西 兩天一做不完 那倒是 那倒是 但其實說到買車 我最近都有少少經驗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談 好啊 歡迎大家回到精彩生活 氣泡線 今天跟大家談談 有關在美國開車買車的東西 上次我分享了我第一次 在美國入境落地之後買車的經驗 其實後來我才知道 在美國 特別在我們加州 其實買車未必是一個好的選擇 為什麼呢 租車更加好 是的 我都試過 賣車 後來維修費 很多小問題 搞到自己都覺得很煩 我喜歡日本車的 日本車的維修 傳說中比較好 其實都未必 我試過買一個日本車 因為我先租 後買 後來買了沒多久 就開始有很多問題 日本車 我沒有想過會有問題 但是很短時間 租完之後買 即是第四年已經有問題 這件事 其實大家有不同的看法 我說我曾經經驗 我有一次在中國某個城市 搭的士 上車之後 我看到的士的咪標 是29萬多公里 嘩 這麼厲害 我說這部車29萬多公里 然後的士司機看一看 他說 你怎麼大驚小怪 我咪標已經壞了兩年了 哈哈 但是他是拿車來做穩食工具 當然會走得比較多 走得比較多 損耗更大 你的意思是說 走得這麼多很厲害 是的 日本車就可以 大家都覺得它耐用 那歐洲車大家的印象就是 其實你很多歐洲車 三年之後就有很多小毛病 是 我加州的朋友就買了 某歐洲車的品牌 開頭挺好的 但是一年之後 有一次在加州雨季的時候 他遇到了一個很尷尬的問題 那個車的前面那個窗 關不了 哦 所以他就冒著大雨 在高速公路上開車 嘩 這麼慘啊 但是我不可以說 一足高打一尋一船 其實歐洲車現在也改變很多 而日本車也不是代表 所有日本車 嘩 真是一路永逸 或者可以駕很多米 好像我之前那一架 就真是第四年開始已經很多問題 終於是收車收到我派要買了去 自此之後我就開始租車了 是啊 沒錯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 在美國租車是一個好的選擇 第一 你一次過付款的錢不用那麼多 可以根據你的需要 找一個合理的每個月供的價錢 三年之後可以開一部新車 是 如果這部車或者這個模特兒 或者這個品牌不好 跟著可以換 那那個自由度就相當高 其實又不可以說 就是給的錢 投款不用那麼多 其實現在呢 買車都有很多很好的rate 甚至乎有說 有cash back 給你一些錢 這樣 其實都有不同的好 deal 但是始終 每個人的心態不同的 有些人就說 其實我供了那麼久 我希望這輛車是屬於我的 如果我不停地租車的話 我永遠都沒有一輛自己的車 有些人是這樣想的 但是 是啊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 我永遠都有新車駕駛多好 所以我覺得不同人有不同的想法 關鍵你知不知道 收車是一件很煩的事 是啊 以前我們在香港 或者在中國大陸收車 你知道收車的模式是怎樣 是 自己一間雙熟的收車行 走進去 阿水 這輛車給我什麼 我三點鐘要 通常你認識的都說 行行行行 你在美國很少有這樣的機會 是 你通常都是收車的 那個時間很長 那有些車行服務很好 是 可以給你一輛車先 因為你不可以一天沒有車 是啊 有些肯借車給你駕的 是啊 如果沒有的話 那你真的要 是不是臨時租那一輛呢 是 那個 那個 所耗費的精力和時間 金錢都會很大 一般租車是極少少這樣的情況 是 其實我租車真的租了很多年 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在上個週末 就將我到期的租車去還了 在這個週末裏面就買了 就是租了一輛新車 但是那個過程其實我也覺得 挺有意思 挺有意思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你的選擇是什麼 我想問 你租車期滿之後 你的選擇是什麼 其實以前曾經想過 因為有朋友告訴我 如果你租車到期了 他的車曾經是 過程度過程度很多 因為租車通常 都是給你有一個指定的 固定的程度 每一年 一年一萬 萬二 一年一萬萬二 甚至乎少些都有 即等於供款 東西時 往舊nar 可以繼續癲跨 如果無程沒過 那當然很好 但有些人過得很離譜 可能 Soy sono些 過去 但我有朋友試過,因為他過得太離譜 如果他去橫車,一定被人罰得很厲害 因為每一個Miles,好像有一毛錢還是一毛錢 我分享一下我的感覺 我租車的時候,他說一個月一萬米 這是幾年前的事情 一年一萬米 我想說,可以啊,哪有這麼多 如果超過怎麼辦呢?超過很簡單 一米一毛錢,上車一毛錢也不是錢 糟了,到橫車的時候發覺超過一萬多米 是呀,都很貴的 所以那個朋友就把他的車拿去Carmax 大家都知道Carmax專門收舊車 他就真的很厲害,他就可以賺到錢 即是說,當Carmax驗了他的車之後 給他的offer,是多於他去Pay Dealer 就是最後那個款項的 所以他是賺錢的 我聽到就很開心 所以有好幾次都試一下把自己的車 拿去Carmax去打架 慢著,我們先把這個脈絡搞清楚 當你租車三年期滿之後 車行會告訴你 閣下如果要買這部車多少錢 有一個價碼的 所以你剛才說的就是 你其實可以把那部車拿去Carmax那裡 打個價 即是看看Carmax多少錢肯買這部車 如果車行說你要買這部車的話就兩萬 那Carmax說我兩萬三買你 那你便賺了 那中間有三千元的差價 你便可以賺到他 記住,有剔除很多費用 這個費,那個費 可能你也有兩千塊錢賺一下 所以很多人都有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很可惜,我試過幾次去拿車去打架 從來他給我的offer都不好 即是等於過不了我應該給車行的價 那為什麼我又不知道 我其實又不是offer mileage 我是under 可能是歐洲車,我也不知道 只是當時很多年前,幾年前 因為我試過幾次 那個價錢也不好 所以今次要還車的時候 我是打定輸數 但為什麼今次我會想去Carmax 是因為我開了這個品牌的車 已經是開了九年,即是三個term 那我就想換一下新車 即是不同的車駕駛一下 另外,可能我自己有一點心虛 因為我刮花了車一點 不是說很大 但足以可以令車行收我好貴 但很多人在這方面有痛苦的記憶 以前我有朋友說 他開花一點點 真的指甲那麼大,一點點 車行收他一千多二千元 不奇怪的 因為車行的心態就是 希望你繼續租他的車 所以如果你說 我的車譬如說超了Maiso 或者有一點點黑花 或者有一點點瑕疵 可能一定會給你一個天價 其實當你買車的時候 通常他會和你推銷有一個保養 即是如果你買了這個保險 你還車的時候 他就不會追究你 但是我買了很多年 都沒有發過 都沒有發過 我開得很好的 但是這次沒有買的時候 就真的不小心 HIGH花了一點點 保險,什麼叫保險 就是萬一 真的很多次買了都沒有用 這次一沒有買 HIGH花了一點點 所以我就自己有點心虛 所以就想一下 都不是心虛 你擔心車行會收你多少錢 那一塊HIGH花了的維修 其實我有很多選擇 有些人就說 你拿去在外面做完才回去 都應該不會那麼多錢 因為是很少的 這個是一個選擇 第二,我就是覺得 如果CarMax給我一個好價 我給了它 那就不用怕了 但是結果 在CarMax的經驗 是令到我真的非常之驚訝的 不如我們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再談 好啊 歡迎大家回來 《精彩收回氣泡線》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關在美國租車買車 用車的經驗 而你剛剛上次說 你這次的車租期到了 你是想利用CarMax這個渠道 是 令到你可以在這部舊車 換新車的時候 有一個更好的選擇 是 這個過程就是一波三戰 第一波是什麼 其實以前呢 剛剛講過 以前CarMax給我offer 都不好的 我都打定輸數 不過儘管去看看 去到那個職員 就跟我出來看 因為那個Lease那輛車 他一望望 他說 這間公司 你通常都不會拿到好價 99%你都拿不到好價 那你一開口 就好像不想做你的生意 但是他已經好像 這樣跟我說 我就覺得這麼奇怪 一開口就是這樣 但是怎樣都好 他就拿了一輛車去打架 打架出來 居然比起我要 給車行的價錢 高出四千多 慢著 我們有個大背景 交代一下 現在其實二手車是緊缺的 因為疫情的問題 因為所謂的生產供應鏈 出現了斷裂 所以大家都知道現在 不論新車舊車都很缺貨 是 很多人譬如說 你列出了一輛某個模特兒的車 你現在再想找回它 未必有的 因為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說 那個運輸過程 我們都出了很大的問題 是 歐洲車 如果你真的 現在沒有整車 在歐洲運輸過來了 都是那些零件運輸過來了 但是都是要運輸過來了 嗯 如果運輸過來了 因為旋期的問題 所以很多沒有貨 是 還有一件事最要命的 就是晶片 嗯 車裏面用的晶片 如果你不夠先進的話 你很多功能受影響 GPS 定位等等這些受影響 所以現在新車又少 二手車又少的情況下 大家都會認為 如果你有部車 拿去Carmus 它缺二手車的情況下 應該有個好價錢給你 就是以往這麼多次 都沒有一次那個offer是好的 今次 哇 那個offer很好 多出四千多元 那我很開心 四千多元 足夠你給down payment 絕對 是吧 所以我就在想 為什麼我職員說不好呢 就是多數99% 你是買不到的 就是買不到的 就是賣不到的 是的 我就覺得 嗯 他真的騙我的 好了 我很開心地拿著這個offer 回家就收拾好車 想著 賺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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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這個offer 就是如果大家拿過的車去Carmus 就知道他通常是給你七天的 嗯 那我就在第五天左右 那就去吧 哇 你又太老定了頭了 如果是我有錢賺 第二天馬上去了 好 那就要有時間嘛 那跟著我就去 哇 去到排隊了 排了很久 排了整個小時才走到他的窗後 但在排隊期間呢 我就聽到一個職員呢 就跟其中一個客人說 哦 你這架車是lease的 就是你租的 嗯 這間公司我們是不可以賣的 啊 那我就 啊原來是這樣啊 那難道因為我的公司是不可以買 所以他就說99%買不到 那他有一張紙呢 就寫著十間八間的 都幾多的 就是有個名單在那裡 那個名單 哪一些公司的車 它是不收的 那我就趕快去看看 有沒有我的公司 那我一看 沒有 OK 沒有啊 那即是說他收了 那我就很勞定地繼續排隊 虛驚一場 對啦虛驚一場 那繼續排隊 排了整個小時才排到他的窗後 好了 那跟著呢 他就說 哦你這間公司呢 就比較麻煩的 那你又幫我填一張照片 我又要fax過去 還是怎樣 就是總之手續麻煩 但是他沒有說不收 那我就說 哦好了填房 我這樣填好了 那跟著呢 哇真的要命啊 他就打電話去 結果那間公司呢 就就是沒有人聽電話 就是要hold hold成他說起碼半個小時 那職員就說 留下了電話 他會call你 他就不會幫你hold住半個小時 因為那條腿很長 是啊 那我說啊好 那又要再等 那就等吧 結果等了大半個小時 終於打來了 那我就趕快叫職員去搞 那跟著他說 哦行了搞定了 但是呢 他就要兩個小時左右 一至兩個小時左右 先會把那些文件 和這個quote 是fax過來 嗯 哇又要等 那我已經很餓了 為了賺三千元兩個小時 值得等的 那但是我已經很餓 那他說 不要緊要了 你們去吃東西啦 那有什麼消息我call你 那我就去吃東西 那然後回來再等 兩個小時以過 完全沒有聲音 那我又問那個職員 我說不好意思 你又說兩個小時 那他說 還沒收到啊 再等一下 蘇蘇麻麻 你已經講了四個小時了 已經 很多 我整個 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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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早上在那裏 已經吃了 lunch 回去兩點了 已經 好了 然後我就自己打電話去那間公司 有人聽了 那我問 我正在等你的quad 他說 通常24小時內 那我說 糟了24小時 那我是不是要等天亮啊 那接著我就說 那你有沒有一個很肯定的時間 他說沒有 總而言之24小時內 那我糟了 那接著我就跟職員說 我沒有可能等了 因為我自己都有事做 那我先走了 就是最多我明早再回來 那他說OK 那我就走了 等等 你已經第五日去 明早再回來第六日 但是還是OK的 那接著我就走了 結果過了一個多小時 我走了一個多小時之後 他打電話給我 就是Carmex打電話給我 我們收到了 那你那個pay off code 他是比 還多過 還多過我 他offer給我的 他本來 但做什麼 第一 這個車行給你這個價錢 第二 Carmex給你這個價錢 然後這兩個價錢之間 你有四千多元 四千多元賺 是 好了 然後經過你剛剛說的 這個這麼複雜的過程 四個小時 六個小時 八個小時過去之後 然後呢 那個車行給你一個新的訊息 是什麼 他說 要pay off這架車 他們需要付出的錢 是給他offer的 給我更加多 多一千七元 就是等於我要補錢 他比如說他賣給你 就一萬元 但他賣給Carmex 就變成一萬五千元 甚至一萬六千元 是的 所以我無緣無故 不是賺四千元 我還要偶多千七元出來給Carmex 他都說了 那個車行 那個車廠的品牌 不想賣車給Carmex 是的 原來我一問其他人 其實大家都說 是的 因為這些車行不想 你在那裏賺錢 賣了給他 所以他強行就整高他 令到你不能夠賺錢 那你就可能會回到車行 繼續租他們的車 兩個字無恥 三個字很無恥 是的 那我就沒辦法了 即我還要偶多千七元出來 那我當然不肯 於是我的而且確 就正中下懷了 他們的下懷就是 我就回到這間車行 我就說 如果我繼續租你的車 你有沒有一個好丟給我呢 譬如說那一塊high pass 我不收我錢 其實我最心虛是那一塊 但是 其實我租車真的租了很多年 我都很清楚 當你繼續續租的時候 他真的可以給一些 挺好的 有很多條件可以談的 是的 要說回 在還車三個月前 四個多月前 其實車行就給了一個交易給我 但是當時我就覺得 通常車行給得給你 就是他著數 我不著數 當然 他做生意的 他又不是開善堂 他計算過了 一定是他著數 我不著數 如果我組三個月還車 首先 他就說 會將我那個還車 應該有四百九十幾元的 fee waive 了它 另外 不用單payment 再來 就是我每個月的月費 給多了七元 這樣 其實我看 不用單payment 這家東西比較吸引 通常你單payment 都三四千 兩千以上 至少 是不是不用單payment 有沒有那麼好 不用還是少少 不多 但是我永遠的心態就是 當然是你著數 我不著數 都是不錯的 有點後悔 哎呀 原來笨了 還有什麼激氣呢 待會回去再談 好吧 好了 回來來精彩生活氣泡線 今天我們講 在美國 在加州買車 租車 用車 上一節 敏兒分享了一個 一波九折的一個 新車的故事 是 開頭卡未吃卡未吃 不行了 因為這樣講起 之前還有一個 幾吸引的條件 Delashiv自己offer 給我的條件 嗯 但其實我有個疑問 那個條件幾好 其實會不會說 很多人開過 很多商號都是這樣 開個好條件給你 來到就 不過這樣 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東西 那譬如說 我覺得不會 因為它 就是black and white 寫在那裡 那我覺得不會 其實有一種可能性 我覺得 你來到 不好意思 小姐 這個款沒有 我們推薦一個 更高檔市的比例 不過就貴一點 一個月貴在千元左右 那我又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去 其實我是懷疑這樣 我心一直在想 他offer給你 一定是他著數 我不著數 你當人家狼外婆 我就不想 我覺得人家計過了數 沒有理由 他不著數 我著數 我覺得沒有理由 一定不怪好意 所以不理他 不理他這份好意 所以我就沒有理他 但是由於現在的車 真的不夠 去到車行 真的見他沒有車 你去到車行 我想問你 你想租回 你現在用這個Model 有沒有 有一架 但是第一 它是黑色 我不喜歡 吸熱 我不喜歡太熱 第二 就是那個車架 其實都貴 所以剩下可能 那個Model 又好些 我不知道為什麼 貴了些 所以我就 這架不對 只有一千零一架 好了 然後他就說 既然不對 或者考慮其他Model 那我也說中 高一點 那我就見到有SUV 好了 SUV它有幾個不同的Model 其中有一個Model 和我之前Lease那架 車的車價差不多 但是就比較陽春 一點 就和我之前Lease那架 package是不對稱的 它是便宜一點 所以我就看高一個Model 那架 車價的而且確貴一點 好了 你知道去車行買車都幾痛苦 大家在那裏磨的 在那裏磨的 在那裏磨的 好了 接著大家在那裏 他又給我駕駛我 我又回駕 那都談不成的 那我就一直在那裏押駕駛 之後我就說 其實我駕駛了你這架車 都很多年了 我很想換一些其他品牌 那他說 你想換什麼 我說我想換你隔離車行那間 他就剛剛隔離車行 你知道通常賣車 幾個車行會在一個area 是的 然後我說隔離那間車行那一部 那他說 這個車行都是我的 那我就說 你開車行 你是少手經理 那是他公司的 應該說 他公司的 他老闆有幾個不同品牌的車行 那他就很笑 那個經理 他就說 你儘管過去 我保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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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定會回來 他一定沒有好的交易給你 那還叫他這裏的銷售 帶我走過去 你說可不可以 這個服務很好 這個服務很好 是 因為他很有信心 他覺得我在那邊 是拿不到一個號碟 那我過了去 果然我想要的車是沒有 我想要那個款 真的沒有車 只有二手車 我又不想買二手車 結果呢 退而求之 就另一個模特兒 但是那個模特兒 怎麼說呢 又是比我之前那部 是貴少少 那又坐下拉腳了 但是我現在看到 你現在這部新車 其實他的 在整個社會時的當中 他的級數是高過你原來那部車的 是嗎 就是你覺得 但是又是貴過我原先 還車那部幾千元 那又開始拉腳了 但是他第一 通常都是這樣的 去買車 他一定第一次給你的價 是高到你 就是慢慢和你摸 他 漫天要價落地還錢 沒錯 那他給我的價錢 還高過我 之前在隔離車行 那部車價便宜一點 貴一點的 還比他便宜 那我說有沒有搞錯 人家的車價貴一點 你還貴過他的 那開始就在那裡摸了 那好像街市買菜那樣 你一言我一語 那結果來來去去之後 終於他就進去之後再出來 即已經很多轉了 他減一元給我 嘩 真是火都來 一元你當我什麼 那其實你們兩個之間的價差有幾大 其實 每月欠多少錢 五十元 每月欠五十元 是的 但是他就磨到出來減一元給我 那我都 真是其實老實說 我已經幾次起床 那什麼銷售士給我 就是已經做不到我想要的價錢給我 那好吧 那我就已經起床了 即我發現 即經過我這麼多次買車租車的經驗 當你真的一起床 那價錢就會出現 起床走出車行 我真的試過無數次 因為我家裡很多人 所以我買車租車真的無數次 現在已經科技發達 我可以在網上查好這個車價先去 因為通常你一查 就已經很多不同的車行 就給一個offer給你 那你就看到最低的offer 你就拿著這個offer去車行買車 通常就沒有差 他說我給你這個 我說很簡單 就是不要浪費時間 這個是我可以在某某車行拿到的 你做不做到 做到我和你做 可能接近 給offer那個可能很遠 如果你做不到 就OK 那我就去那間車行 其實車行遠近不要緊 你搜尋完之後 你和車行可以起碼幾年 沒有什麼聯繫的 所以沒有問題的 所以現在科技發達 我通常就真的已經拿到 一個很好的offer才去車行 當然這次是一個意外 我沒有在網上先check 你打算拿對面的車行來恐嚇人 怎知道被人腫了 這次是一個意外 所以其實我沒有個底線 不知道究竟要多少錢 所以大概是用我之前租過的車 做一個底線 來大家按摩的 說真的 現在這個moment 我是覺得我租貴了 即是貴了少許的 但算了 都已經租了 不不不 我看過你的新車 因為我們節目不可以跟別人做廣告 所以我們沒有說什麼車 但我覺得這部車 第一在社會時 你現在這個品牌 是比原來那個要高的 第二 你的內置 跟原來那個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你這個品牌 這個車 我這次都算學到 也挺有意思 它原來每一部車的內置是不同的 每一部車是不同的 沒有啊 你價錢而已嘛 你貴一點就貴一點 原來這個車 這個車坐過文化這樣 它每一部車 它說這裡加些東西 那裡減些東西 雖然這些東西未必影響到你 駕車的實質的使用 但是它給你覺得 我是特別的 我有些不同的 所以它的價錢會相對高一些 是的 所以後來真的 我覺得 算了你減一元 我不買了 我都準備走了 那終於 聊聊聊 他就 終於說到 我 就是給我 我要的價錢 當然是跟我最先要求的 都欠了三十幾元 但是 所以我覺得我都是買貴了 因為沒有做功課去嘛 所以大家買車 我覺得真的要在網絡 做好功課才去買 就無需 某種一件事 其實這次也有經驗來的 我覺得 我們剛剛說 那個 之前的Commerce 要買你的車 那個舊的車行 抬高了價 其實一個辦法 你可以先自己花錢 將一部車賣出來 譬如說你一萬元買出來 Commerce都可以給你一萬五元 那你又轉賣給Commerce 沒錯 但這個過程很複雜 你要做很多事情 要花很多時間 恐慌 當中會有什麼變故呢 都會有資金風險 都會有風險 但是我和朋友聊起 原來他的兒子 最近賣了一部車給Commerce 賺了九千元 因為他的車是很貴的 貴車來的 這些個案 是個案 他是貴車 但是他真的因為自己買了一部車 之後再賣給Commerce 他賺了九千元 所以其實我想大家 當然有風險 不是每一部車都可以賺到錢 但是真的可以大家做好功課 究竟怎樣做 才令到你最好去買到這部車 分分鐘自己還有得待 特別現在新車有缺 舊車有缺的情況下 其實大家都可以多些了解一下 可以令到自己在這個 換車過程當中 利益最大化 對的 好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